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2月4号星期三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申 各位好 我是宇周 1月29号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性报道 安邦路线揭露中共红二代掌控安邦保险集团 把安邦强势扩张为跨国综合金融集团巨额的现象 这篇报道如同重磅炸弹 在中国政商界引起强烈的震荡 而一连串的后续发展更是让人眼花凉乱 那么齐底安邦到底是中共反腐矛头 指向自己的太子党后院呢 还是各派人马相互倾压的结果呢 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中国电子巨物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开较量 很快烟旗息鼓 不过这并没有让一度升腾云端的阿里巴巴 止跌回升 阿里巴巴集团因涉嫌隐瞒 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 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 那么阿里巴巴的故事折射出 中国豪商巨股怎样的现实 马云与中共谁可以更加任性 时事大家谈节目 也请经济观察人士予以分析 好 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安华 好的 保身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星期二发布视频 声称已经烧死约旦人质卡萨斯贝 视频公布的时刻呢 也正值华盛顿 即将主办一场反恐同盟的会议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被俘的约旦飞行员 莫亚兹卡萨斯贝赫遇害的消息传出时 克里国务卿与约旦外长会晤 宣布美国将把对约旦的援助 从每年6亿6千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 今天约旦面临来自激进分子威胁 造成的多种危险和挑战 并背负着接纳80万难民的重担 约旦总人口还不到700万 克里和朱达都没有提到飞行员被烧死的录像 但克里随后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杀害飞行员 朱达表示约旦将坚决支持维护地区安全 在眼下的危险和动荡时刻 在我们这块地方 约旦重申 我们致力于促进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 而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能得到稳定和平与安全了 星期二早些时候 约旦首都阿曼的学生为遇难飞行员首页 那位飞行员去年12月在叙利亚坠机 随后被俘 约旦早些时候表示愿意根据伊斯兰国的要求 用约旦判处死刑的一个伊拉克反叛分子来交换那位飞行员 但约旦要求伊斯兰国证明那位飞行员还活着 前大使外交政策分析家艾雷利说 伊斯兰国试图与一个政府谈判 可能表示这个激进组织把自己视为一个政府实体 伊斯兰国内部有领导层框架并有意通过跟另一个政府正式对话来寻求提升自己的地位 在我看来这表示他们正在演变 在美国表示将增加对约旦的长期发展援助支持约旦打击恐怖主义之后 克里表示美国会一直支持反伊斯兰国联盟 直到伊斯兰国不再对中东地局构成威胁 伊斯兰国的谎言和欺骗被彻底揭穿 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 华盛顿报道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一架从台北飞往金门的航班 星期三早晨在基隆河坠毁 至少23人罹难 数人受伤 5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中有31名大陆游客 飞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 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实原因 流亡印度的达兰萨拉的藏人议会发言人 谴责中国阻挠达赖喇嘛在华盛顿 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此之前 藏人行政中央批评北京 对达赖喇嘛的各项出访的军施压 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针对达赖喇嘛访美一事 中国表示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 以任何方式会晤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 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鞭巴人次 称中国的举动是施压策略 对于我们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做 任何外国领导人会晤达赖喇嘛 他们都不喜欢 总是要施压 迫使他们取消会晤 尽管北京对达赖喇嘛出访 持强硬反对立场 但达赖喇嘛走访世界各地 他的演讲每年都吸引大量信徒 白宫上星期宣布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 参加一个以宗教自由为主题的早餐祷告 达赖喇嘛将出席这一活动 白宫表示 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关系良好 但没有宣布两人将会晤的具体消息 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格马一息谴责北京老调重谈 阻挠达赖喇嘛出访 中国一再发表这样的声明 我们置之不理 因为中国不能命令其他国家领导人 不见达赖喇嘛 这要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决定 况且中国不能像他在西藏 在中国那样指使别国人民 所以我完全反对这种声明 奥巴马总统去年2月 在华盛顿第三次会晤了达赖喇嘛 引起北京的愤怒 中国指责达赖喇嘛 是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的分裂主义者 VOA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黄耀义 您正在收看VOA卫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1月29号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性报道 安邦路线揭露中共黄二代操控安邦保险集团 在过去十年间借助强大的政商网络 强势扩张最终成为跨国性综合金融集团 巨恶安邦的现象 报道披露中共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 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 安邦集团的三位新董事是中国保监会前官员 而前宗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人 亦与安邦有染 这篇报道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在中国政商界引起强烈反响 先是陈小鲁否认自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 后有财新网宣称邓小平的外孙女 已和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辉 结束夫妻关系 而南方周末也在周一凌晨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 一连串的后继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齐里安邦到底是中共反腐矛头 指向红色商圈的信号 还是各派人马相互侵诈的结果 使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好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 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何清莲女士通过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 系主任尹尊生博士 尹博士您好 你好 尹博士也是从skype 通过skype参加节目 我们欢迎两位 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 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请您拨打 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意见 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和问题 好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何清莲女士 就是说这起的安邦事件 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 实际上就是把安邦的背后操纵 人以及他在中国作为一个任性资本 怎么样演绎一个群带经济学的故事 那么所有的报道呢 我用这个十六个字概括的话 是安邦呢 是任性资本 善头有钱 善头有权 省中有钱 规则之外 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其中的最大看点 就是传闻了多年的 他和中国第一铁帽 就是邓小平家的关系 在这个事情上面 在主报道中间 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 然后还有他的董事会 几乎可以说是猛人云集 我们能看得到的官员 太子党 有陈小如 龙永图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三位保监会官员 是他的董事 按照中国的规则呢 保监会是监督保险行业的 保险公司呢 是被监督的 这个监管机构 和被监管公司呢 不应该有这种 猫属一家亲的关系 那么这些违规的事 都在这个安班出现了 这是第一个看点 第二个看点呢 我觉得就是在于 这个安班的发展的信网 有很多呢 几乎是违规操作 那么就是 他的信网是在十年之间呢 第一个就拿到了一个 全牌照 这在中国已经没第二个 就是财型 生命型 质型 这些东西啊 都在他一个 一家公司都有 第二点呢 就是发展非常迅速 从原来注册资本 五亿元 到现在呢 是资本金六百多亿 然后就是 整个资产规模的 一万多亿 一百多家公司 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其他的公司 打不到的 这两大看点呢 就是充分认证了 上头有人 这个核心点 而且上头有人 因为是罪大的 所以也就看点罪恋 尹文先生教授 关于安邦集团这个发展呢 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 吴小辉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怎么样把安邦做大 关于陈小龙呢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中共元老陈毅之子 对于吴小辉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看了这个南方周末 这个报道以后 才知道吴小辉 原来是邓家的孙福马 也就是邓小平的外孙女的女婿 后来就是财新网又证实 吴小辉其实和邓小平的外孙女 早在去年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 您认为这有没有金蝉脱鞘之计 这个问题啊 从我看到的资料来讲啊 关于这个吴小辉的信息啊 非常有限 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里面 提到一句 这个他是一个温州商人 他至于怎么样和邓小平的孙女联姻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报道 所以这个对于他整个人的 这个是一个面目啊 现在应该说是非常不清楚 我试图找一些其他资料 来证明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有个很完整的一个简历 是一个经过什么样的教育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这方面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现在我不希望呢 就是在没有充分资料的情况下面 这个下一个结论 就说他这个就是 受到这个邓小平家族的控制 或者现在邓小平家族呢 又宣布或者是又网上又传的 他和这个邓小平的孙女 又离婚了 这是不是又从今天脱跳的这个做法 这个东西呢 都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猜测 我是非常有兴趣 收集更多的资料 来分析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在比较冷静点来分析 发生了什么事情 基础上面 就是一个合理的 你经的判断 但是南方周末的他的报道当中 提到了一段 就是吴小辉和中国保监会 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可以经常的出入各个司局长 处长的办公室 而且呢 他可以推着保监会往前走 在您看来 这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和商人之间 他们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或者在中国政府监控方面 是不是存在很多的漏洞 这个我一点没有疑问 就是说 基础上所有的中国比较大的企业 不管是国营企业 还甚至包括一部分民营企业 他都是要想办法和这个政府 取得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可以说白了 就是一种重商勾结 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 没有行贿 或者是跟政府进行 直接进行利益输送 把企业搞起来的 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在中国 还是比较少的 多的情况下 多多少少 都是由行贿受贿 或者是政商勾结的 这么一个背景 在这点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吴小辉 把这个安邦集团 把这个证监会的人 把这个外经贸部的人 拉进来 这个不作为其 好 谢谢尹家总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 何欣脸女士呢 我想继续过问一下 这关于吴小辉这个人 就是从您的观点来看 她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能量 就是她的三次婚姻之中 有两次呢 都是能够成为 这个高干后代家里的 这个女婿 那么就是说呢 我们注意到媒体上讲 她和邓家的外孙女呢 已经终止了 这个婚姻关系 但是这个中呢 是中间的中 而不是用了这个 中结和中止的中 那么这个里头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我觉得呢 从我个人来看 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了 丰富在哪里呢 有这么几篇报道 吴小辉首次出现 是2012年 在亚洲周刊 那个亚洲周刊呢 在讨论到李春成 和他的关系的时候 就是说李春成和他 共同出席了 安班在成都的 龙山银行的 那个一个开幕式 那么就是 其中就明确的提出 她是邓南的女婿 这是第一次 然后再就是 2014年1月 财经呢 黑马安班 也指出 一位左姓女 是和他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 的那个家里的子孙 原来都是 周琳的 姓他这个姓 后来是在邓小平的 要求一下姓邓 这个在电视剧 邓小平中间有反应 那么呢 就是至于这一次呢 读这个财经 最近这一个 安班冒险 我觉得可以看出来 里面的资料很丰富 也许尹教师看的 可能不是很仔细 其中呢 讲到他们的关系 是2014年中止 但是另外有一条 在给他几段以后 说到这个 卓然 就是邓卓然的股份 在2014年12月 股东表上 没再出现 也就是说 就是在这个2014年 中国那一轮流市 也就是由这个安班呢 主导的流市中间 这个股票抛出去的 为什么我说是安班主导的呢 安班自己也承认了 说他们很准确的预测了 2014年末这一轮流市 然后呢 赚了很多钱 很多公司都跟着他们走 但是据我得到的消息呢 就是当时这些报道还没出来 国内就讲了 这一轮流市呢 是陈小如和安班 就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 抛售股票引起的 那么所有的信息呢 都只限 至于这个中子 我觉得这个词 用的特别有意思 他用的不是终结的中 而是中断的中 同时根本就没有说离分这个词 那么只能说 他们目前呢 已经中断了夫妻关系 或者是分居 但是还没有进入十次离分状态 否则就干脆用一句离分就行了 但是邓府呢 这个声明 通过财经这个声明呢 发表很有意涵 其实是表示一条 第一 邓府跟安班的 没有关系了 第二呢 就是 吴小飞的资产就是吴小飞的资产 邓家跟他的公司 一点没有这种 经济利益上的来往 那么再考虑到大背景 大背景我们知道这个 习近平 是从前年开始 就让他的两位姐姐 不断在把他的公司出清 第一个姐姐是齐乔乔 那个公司呢 是卖掉 那么卖掉的详情 在这个2014年6月4号 纽约时报 一篇报道中就详细提到了 6月18号再继续提到 总的来说就是说 因为习近平想反腐 自己要做个表算 所以呢 让家人呢 做出牺牲 要他们卖掉这个公司资产 那么卖得很急 所以资产是低估 这一条消息 报道 是继这个彭博社 讲习家有3亿多 美金的资产以后呢 第二次报道 然后呢 这一条报道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 曾经和纽约时报 在一次新闻发布 非常见面 专门回答了纽约时报的记者 关于他们得不到签证的事情 那个习近平回答了一句 你们自己心中有数 应该怎么做 然后呢 这个事过了以后 国内有一个叫 陈杰仁的记者 这是有光辉背景的 写了一篇东西 发表在这个海外媒体 谈了习近平的另一个姐姐 叫做西安安 把他们的一个 很有前途的公司 全部解散 烟消云散 资产主要用来 潜散几千员工 那么就是根据这个 陈杰仁的身份 他是不可能造这种谣 也不可能随便去报道 那么就受益发表带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看到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 方府没有铁帽子王 大家都知道这个铁帽子王 只能是历任总书记 和这些常委中间 排名前几位的人 那么到现在为止 就是邓江 曾庆红 还有后来的福温 等这些人才能称得上 是铁帽子王 那么接下来就有 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习近平呢 确实是把这个方府呢 目标指向了这个红色三圈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 王岐山最近一段讲话很有意思 他的讲话就直接了蛋的说 十八大以后 仍然不收手的 你们已经成了中纪委的VIP 那么就是 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 我们联想到这个中纪委副署记 杨晓露 讲的那个话 也用的是这个 但是当时是说 十八大以后仍然在重要岗位上 不收手的 那么就是从很多极限来说 应该说习近平是把这个 防腐指向了红色三圈 那么红色三圈 拿这个安班开刀呢 或者是 那个 是有道理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 王岐山开创了一个传言先导博士 这个传言先导就是 要反谁的福 那么就开始了 就有很多不利于 这个防腐目标的传言出现 然后到最后了 这个传言出境以后 就证明这个人 这家公司确实成为了防腐目标 是 好 各位听众观众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齐底安邦的台前幕后 现在我们接一些 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首先是浙江的 杨先生 杨先生 您好 浙江的杨先生 您听得到节目吗 听到 听到 好 请讲 我觉得习近平啊 如果不反 反腐不反红二代的话 他的反腐 将于失败告终 就像当年蒋经国 在上海打虎一样 最终的结果就是失败 因为我认为啊 是说 红二代比其他官员的贪腐啊 恐怕还要厉害 如果习近平不反他们的话 恐怕 反腐就是失败告终 谢谢 好的 谢谢浙江的杨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尹军生教授 关于这个安邦这件事呢 好多人解读为 现在中共有可能像红二代 或者说红色的商圈 也有人称他们为权贵 来开刀 有人认为在这个安邦的后面 以及安邦和民生银行 他们之间关系的后面 隐藏着其他的关系 包括官二代与红二代之间的斗争 还有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斗争 还有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斗争 你怎么看这些分析 这个第一呢 就是现在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面 他处于执政党的利益 他现在从现在揭露的各种情况来看 如果不进行对腐败彻底的整治 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习近平的反腐不应该是一个底线 前面就很多报道就讲 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个红二代没有被拉下马 或者没有被监管被抓起来 这个目前来讲 由各种迹象表明 习近平开始对红二代准备开刀 这点大家都很清楚 在目前的中共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腐败的情况比较严重的 一个是军队 一个就是随于这个高干子力 随着红二代 官二代这批人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少许的回避 或者是说要回避这些问题的话 那都能导致这场反腐斗争的彻底的失败 刚才这个国内这个朋友讲的观点 我是同意的 现在目前路斯水手还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有可能搞得好 能把这些反腐败的势力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压制 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向前走一步 但搞得不好 那这个腐败的势力可能压过正气 使中国的这个今后的前途更加多数迷离 好 谢谢尹教授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与此同时也请各位踊跃的拨打热线电话 400 120 0551 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请讲一位 喂 你好 请讲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进入他们的反腐的最新 再一个是他们的反腐 也是打的这个骂人的说话 就是即向当表的还像立台吧 谢谢你们 好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 谢谢 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徐先生 徐先生你好 安徽的徐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 你好 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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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是您 我认为这个反腐都是假的 我认为这个反腐都是他自己对于你 他自己本人最好的他 他自己本人派 总的反腐根本就不谈 我们从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反腐 只是他对于你 好 谢谢安徽的徐先生 好 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这个尹教授 刚才您谈到就是习近平反腐呢是出于对这个执政党自身利益的这个维护 那我想问您现在看到习近平他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已经呢 动到了铁帽子王的头上 眼看到这个程度 那您认为就是他的反腐呢 应该反倒拿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对执政党本身有利呢 有利而无害呢 现在从两个方面讲 第一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反腐在目前受到的阻力 可能比原来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就是所估计到的可能这个阻力啊 要大得多 在这个例子上面他没有相当大的决心 相当大的这个力度 这个反腐将来进行下去是有相当的困难 第二点我要讲的呢 就是中国的目前这个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和这个可以和美国的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比较 在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 比如像杜邦集团 洛克菲勒集团 还有这个石油集团 还有包括肯尼迪家族 在在早期发展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有和政府相勾结进行发展的这么一个 利益交换的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中国在目前出现这种一个腐败的现象 这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的是不足为怪的 关键是后面怎么治理的问题 在美国在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 在1930年以后也就开始进行很严格的治理 进行了很多的法规 包括反垄断法 使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能够比较好的发展下去 目前中国这个问题也是有同样性的这个问题 不过比较主要的区别是在于 比如说像美国的AID这个保险公司 在1911年成立的 他大概花了80年的时间达到了他的鼎盛时期 现在像安邦这么一个积极无名的公司 在10年之内 从大家没人知道是什么一个保险公司的情况下面 在10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的保险公司 这就是有点回忆所思 这个情况下面就表现了 中国在这种非常短的时间内 把市场搞得这么样 金融集团搞得这么发展这么快 或者说搞得这么乱 这个东西是政治的力度要大大的多 从这个角度来讲 确确实实不能够低估目前反腐所遇到的阻力 和它的难处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确确实实对于习近平来讲 也可能在一边反腐的过程中 一边怎么样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 然后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体制建立起来 这个东西还都是有一个很长的东西要走 好 时事大家谈 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湖南的赵先生 您好 您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要发表 请讲湖南的赵先生 你好 我是湖南 我先我讲一下 就是美国之音 这是一个很好的因子 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来说 都是一个因为很好的因子 我记得前段时间 就是美国之音做了一个灯下黑的事情 过了几天 中国的媒体就反映这个灯下黑的问题 证明就是美国之音就走在这个舆论的前面 在这里我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美国之音 给我们老伯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做美国之音呢 就是说加强这个舆论的破网行动 你就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中水要把它破掉 在此我感谢你们了 谢谢 好 谢谢湖南赵先生 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 您好 河北李先生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李先生 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 通过电话来和我们对话 李先生 请讲 我觉得他们这个根本都不是反腐 他们这都是那个利益斗争 中国还是打击那个普通的官员 还是那个红二代 红三代 都是那个利益的斗争 中国都是搞斗争嘛 好的 谢谢河北李先生 接下来是湖南的王先生 王先生 您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 您好 喂 您好 先生 您好 请讲 听到您了 您好 你这里是不是那个美国声音电台 是的 是的 请讲 我是讲呢 这个 这个夏娘夫妻 夏娃娃 这个地方官员 中国官员很多 湖北也很多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及早有人 及早 有人会 及早 会修强的 及早 及早有人 会修强的 这个湖北也很多 东北也很多 县级干部也很多 你买了一个土地啊 可能买了一个土地 就是武北 秋大内所 昨天我看到许基林的记忆这里 他一个是随随限的领域 后来就是讲 何时随随限的领域 好 谢谢湖南的王先生 今天我们讨论的具体话题就是安邦集团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 以及反映出中国怎样的震惊现实 希望大家发表看法或者提问围绕这个话题来进行 最后是河北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嗨 嗨 您好 请讲 嗨 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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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一下 现在那个 呃 就是现在就是反对腐败啊 呃 现在发生现在我们这儿 上 北京去啊 就是有话也这个 他到北京这儿 我来回头 就 现在已经就是到那儿 就给你 转回来了 嗯 你腐败就反不了 你当地这个就是我现在是农村的 我农村的这块呢就是现在这选举呢 选举 现在就是老百姓选举的票啊 他当时不唱票 全都把票全都给拿上边拿去了 好的 以后关于这个基层选举的事情 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谈 呃 何清廉女士 谈到中国现在经济的现状呢 很多人都观察到 现在中国的重要的经济部门 包括金融 交通 能源 资源等等 完全掌控在所谓红色家族的手中 这些红色家族有的说200到300 有的说更多 那么现在中国的反腐斗争很显然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会不会朝国企 朝金融界来发展 您认为习近平王岐山有这种真正的意愿 和能力来进行这些领域的反腐吗 呃 呃 上个月中纪委就已经宣布了 下一步反腐的重点就是国企 呃 我们都知道这个国企呢 呃 呃 也是中央高层呢 家族子的 普遍任职的地方 呃 过去十多年 国企改革的时候 用这种金融人持股的方式 让很多人呃 呃 就是用银行贷款 秒费 获得了这个呃 呃 国企的股份 李小林呃 呃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呃 那么其中其他的人呢 没他这么有名 也情况都差不多 所以下一步防腐呢 对国企防腐 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一部分呃 呃 金融人持股的股份 呃 至于那个老一代的 所谓红二代在那个呃 呃 国企军企中间任职的呢 呃 呃 因为大多数年龄已经到了 或者已经接近 可以用退休 或者让他到政府部门去 但是这一部分金融人持股 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庞大的国企 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的股份 同时又还享有高额的薪金 高额薪金现在是已经 今年规定了 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工资的八倍 但是呢 这个金融人持股清理 可能是个案盘操作 我们不会清楚 呃 等各个国民经济呃 呃 有关的那个很重要的部门呢 这一点呢 是人民论坛有一篇文章 两年前明确提到的 说中国有一千多个呃 豪民家族 掌握着中国的经济 其中呢 第三大论 就是这个有红色背景的 而且特别提到 在省批的 在需要省批的领域 在金融领域 交通 能源 电力等公共部门 是他们投资的主导方向 啊 这一点讲得很明确 那么我现在我谈一下 对习近平反复的看法 嗯 因为中国这个体制 是 权力呢 是最高 就是中央集权 那么中央集权呢 呃 这个权力不是集中在最高领导人 比如毛泽东啊 鄧小平这些人手里呢 那么就集中在几大系统的 领导人手里 胡锦涛是个弱主 所以在他呃 治理的十年当中呢 呃 大权呢就落到了军 呃 警 政还有这个公安部门系统手里 习近平上来以后 他不愿意做胡锦涛那样的儿房地 所以势必呢就要逐步搜权 那么他这个防抚两年多 就是围绕着这几个部门 啊 就是呃 警 军 还有就是政务 政务呢就是以这个令计划为代表 呃 这个秘书 所谓秘书班 和这个山西班啊 呃为核心清理 呃 那么中国还有一种地理的腐败 就是地方性腐败 地方性腐败 可能得等习近平呢 呃 做完了他要做的事情才来 至于这个红二代三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习近平是考虑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由于这个呃 红二代掌握的所谓私企实际上 目前在很大的程度上 已经操纵了国民经济 那么这一点 从这个所谓他政党的利益 还有他集权的需要 他不能够让他们操纵 否则李克强 有些事很难办 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由于他这个是搜权 那么过去呢 这个防腐啊 触及到很多人的呃 利益 那么一直对他这个防腐呢 是选择性防腐 是为了争夺权力 属于呢 呃 有很多基贫 而且还说他呢 呃 防腐不反红二代 我自己也有这种批评 就是身份识别啊 呃 我也谈到如果不突破这个身份识别 他这个防腐就正担心了 就不会被认可 嗯 所以他现在呢 就是往这个方先动了 但是这个方先动呢 我们也要看到 可能动得是比较有限 因为他自己已经做出了 那个版面 就是退出 所以就是 这个退出是以这个呃 呃 呃 就是呃 卖掉拿钱 还是以这个西安安模式 就是钱不许拿了 就全部用来潜上员工 呃 呃 我觉得呃就要看了 呃 但是还有一点 这些私企就业的员工非常多 如果大规模的都 潜上 会影响就业 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是 股份处理 嗯 好的 关于到底前景如何 我们仍然要拭目以待 起底安包 反腐之毛 是否指向金融权贵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话题 阿里巴巴撞上红墙 谁更任性 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事大谈将在机器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有问题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 读文提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VOA栏目 你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有文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开较量 很快的烟旗息鼓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上星期 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在工商总局会面 双方同意联手打击假货 不过与政府握手言和 并没有让一度生存云端 阿里巴巴只跌回升 阿里巴巴集团因为涉嫌隐瞒 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 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 连日以来 阿里巴巴在美国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的市值 已经蒸发了数百亿美元 那么阿里巴巴从一度腾云家务 到内外交困 折射出中国豪商巨股 怎样的现实呢 阿里巴巴现象的必然性 和偶然性在哪里 马云与中共 谁可以更加任性 实时大家谈 继续请经济观察人士 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 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和美国西东大学教授 经济系主任尹军生教授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拨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首先请问一下尹敦生教授 您认为阿里巴巴和中国工商总局 为什么会闹出这么一个闹剧出来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特别是发生在阿里巴巴这个事情上面 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 在它早期发展的阶段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整个本身的管理 有很多问题 另外也就是为了增加它的盈利 在整个操作上面有很多不规则的地方 或者是它内部里面的这个产品的监管 质量的控制它上面都没有到位 甚至也许可能觉得这不是我管的事情 应该是 至于这个客户在网上卖什么东西 他买什么东西 这个我没法管 在这方面就反映着中国在这个 网络这个经济里面出现以后 这个监管的这个政策和它的力度 都有严重的问题 这个方面还是需要 从这个事情上 从各个方面 从政府方面 从这个企业本身来讲 就在这个电子这个 这个经济出现以后 应该怎么进行操作 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里面我想呢 也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的原来最大的这个 亿倍这个网络交易平台 它当年出现的问题 就是在1995年成立这个公司 很短的时间内 变成这个美国甚至世界最大的一个 网络交易的一个点 在这中间也出现了相当多的这个 这个武币的问题 包括在很多交易的产品 是违规的 现在当时其中有 包括在网上卖毒品 卖枪支 甚至卖这个人体部件 就是人器官和卖人的这种情况 这后来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但是呢 这个美国这个政府后来在这方面 加大了管理的力度 同时也强烈也要求这个企业 对产品的交易的种类范围 和它的性质 必须有明确的规定 然后进行明确的监管 不然这个企业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个方面来讲呢 中国这个整个的法律的这个制定 和这个规定的执行 还都远远没有到位 我认为这次这个工商总局里面的 网监司做的事情本身是对的 就是要了解调查 这个企业有没有再有 这个不规则的表现 特别是欺诈这个客户的这个表现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呢 会起的在很短的时间内 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连锁反应 这其中包括这个在纽约上市 这个在美国股民的反应 和一些在纽约这个证件交易所相关的一些律师事务所 他们想代表民意 这个进行这个起诉的问题 也包括一些空投这个公司 他们通过这个来修阿里巴巴股票 它能够从中央户局巨大利益 各种力量的这个出现 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 它这个政策出现以后 会引起的后面的后果 不单是在国内的后果 而且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的后果 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适当的处理的话 阿里巴巴光是在美国市场上面 就明示输送就可以把它搞垮 在这一点上 从中国政府来讲 也不希望看到 中国第一家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就落到一个彻底失败的下场 所以这种里面 还是有一个在它逐渐互相学习上 不断提高这个民营企业 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我倒不觉得是 这个马云在挑战政府 或者政府在跟这个马云较劲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呢 确确实实实是有一个 在一个民营企业 在它起步阶段 应该怎么样扶持的问题 这里面有很 比较复杂的一个利益关系 和这个一些 就去趁顺的掌握的问题 如果现在民营企业 我到现在我认为 马云本人是一个管理器材 是一个企业很像样的民营企业家 在这种程度 总体来讲 不是把他一棍子打使 而是应该让他 怎么样能够吸取教训 把他使他的企业经营更加规范 我觉得这应该是 中国政府目前 所应的对手的目标 好 谢谢尹教授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 何清莲女士 就是刚才呢 尹教授也谈到 就是中国监管部分 对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 进行一些这个 调查监管的这个是应该做的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 从阿里巴巴和马云事件呢 可以看出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 与中国的监管部门 以及呢 中国本身的这个企业和政府呢 与外国市场之间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尴尬关系 您怎么解读 这个三角关系呢 正好是有一个点 这个点呢 就是马云这个民营公司 2012年以后 有的红二代背景 工山总局这一次发布白皮书 是一种正常监管 但是马云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 敢跟中山总局叫板 说它是情绪性监管 还有就是这个是吹黑哨 然后呢 还有资格和这个 谁呢 共山总局谈判 最后共山总局让步 这个背后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马云这个公司的背景 不一样 这个背景在马云公司呢 到美国上市之前 被这个《纽约时报》 7月份一篇报道 叫做阿里巴巴 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 其中呢 谈到中国现任常委 和在世的常委 子孙共有20多个 跟阿里巴巴 有这个经济利益关系 那么这个原因是 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呢 是2012年 那个马云呢 也是因为信息不透明 在那个VIE 这个问题上啊 信息不透明 引起当时的大股东 雅虎 质疑 那么发生了一场争执以后 马云就回购股票 回购股票这个时候呢 帮助他回购的主要支持者 就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国开行 就是陈云的 而是陈云当行长的国开行 那么当时总共进去的 有几家三大投行 一个呢就是国开行 还有一个就是中信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江泽民孙子 江志成的新开的一家投资公司 然后就是其中呢 在后面呢 又还有温家宝儿子的新天玉 刘云商儿子刘洛飞 在投资公司 都一下就进去了 那么当时呢 回购很快就得到了76亿美元 76亿美元的一半就是国开行出的 然后从此以后 阿里巴巴的股权就大大改善 然后改善了以后就进入了一个 非常性猛的发展阶段 然后才有了2014年的上市 那么就是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 这一次国内有个误解 说是美国的投资者不解这个政商关系 其实我个人不是这样看的 关于阿里巴巴的这个政商关系 《纽约时报》在美国是最大的报纸之一 当时这么样仿佛讲 后来在这个马云这个录影之前的新闻发布 非常都被问到 马云呢 当时的回答就是 我们唯一的背景就是市场 然后呢 就说不要对我们个别股东的身份 做过度解读 这都他的原话 当时呢 应该说这个背景大家是知道的 但是美国的投资界也知道 在中国需要有这种背景 这就是摩根斯丹利要设立的子女基金 就是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子女 吸收到他们来工作的原因 那么就是我先讲到这里 好的 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请各位尽量简短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话题要讨论 节目剩下时间不多了 山东的宋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山东宋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注意到这件事情上 马云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声明 我认为这个声明就是要求地方保护的一个声明 我的解读是这样 淘宝说 我现在是国际化的公司了 我是中国非常明显 你抱我的手就是抱中国的手 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很快就变小云霞了 但是事实上淘宝存不存在就是销售这种假货的问题 这个是不胜没矩的 比如说什么 翻载冒充正经了 翻载冒充正经了 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淘宝能够成功在美国上市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现在事实上根本没有错误了 好的 谢谢山东宋先生 湖南的江先生 江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湖南的江先生现影调了 接来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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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工商局更热心一点 江先生 好的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 尹教授 我刚才您谈到了阿里巴巴在可能 在美国可能遇到的法律诉讼的麻烦 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中国工商总局所谈到的 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工商总局的代表和阿里巴巴的经理 举行了一次会议 而且有会议的纪要 其中就谈到了阿里巴巴 他的这个淘宝网上可能存在很多假货的问题 现在呢 后来工商总局说 这不是一个官方的记录 不是一个白皮书 但是美国的一些律师事务所认为 这就显示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有涉嫌 这个向他的这个投资者来隐瞒信息 隐瞒受到国家监察部门监察的这么一个信息 你认为这是不是阿里巴巴在美国遇到法律诉讼最大的麻烦 这点没有错 这个工商总局这个白皮书啊 它是白皮书 但是呢 如果他承认这是白皮书 这就给美国的法律界 或者这个具体诉讼这个提供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证据 就是他明显的违规 这样的话 这就涉及到马云和阿里巴巴对美国的股民进行欺诈的问题 如果这么样的话 那所谓的数量呢 就是确确实实 刚才我说了 就可以把这个上市公司彻底给他搞垮 因为这个 在美国的这个 在前几年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做空中国的股票 这种情况如果接着发生的话 这个马云啊 马云可能也很难逃得过去 当然现在的事情呢 还是开始 至于美国的商界 律师界 还有这些做空的机构 他们采取怎么样的动作 这还是很难 明了 但是中国政府出于这种防范性的这个措施 否认这个白皮书的地位 这一点上来呢 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的用意 好 谢谢尹教授 接下来我想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湖南的江先生 你好 湖南江先生 您在线上吗 在线上 嗯 请讲 我想参加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大体的讨论 现在阿里巴巴能够发出这么大的一个 发出一个大的这么大的一个集团的话 它是有放了政府的控制 现在就是 阿里巴巴把所有的 把中国的这个家属都引起 把中国的这个 这个经济已经搞乱了 很多老百姓下降了 很多人没去饭吃 他家属的引起社会不公 我吸引他 阿里巴巴这个 他就花钱买赞 花钱是不是 就是买家 就是买很多的都是虚假的那个假货 然后就是中国政府那个征收的时候 这个税收的征收 也没有结果呢 嗯 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通过这个事情 能够取下他的 取下阿里巴巴的那个 那个淘宝王的那个 好 谢谢 谢谢湖南的江先生明白你的意思 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李先生 浙江李先生你好 在线上吗 你好 嗯 请讲 你好 你好在线上 你好 来跟我听吧 嗯 请讲 主持人好 我这个意思呢 我那发表呢是这么说 马云顿人子不过是空手超白的 他依靠的是官方 江泽民的兄弟啊 陈云的兄弟啊 还有李鹏的兄弟啊 中国的商人就是光商勾结啊 我的看法呢还是 就是说呢 工商总局还是较劲 较不过马云 如果工商总局要是较劲 较不过马云的话 哎 如果一旦江泽民死了的话 哎 马云肯定会有问题 就是说 如果工商总局要较劲 马云的话 这个较劲 哎 马云呢 就是说还是一家的话 这个呢 我想呢 中国的贪污 就是说 永远会咨询下去 哎 就是说 给他们习近平的打抚啊 怎么样啊 防抚啊 这个呢 好 谢谢浙江李先生 总而言之还是这个 官商勾结的这样一个表现啊 那么我想再问问何清莲女士 就刚才有位煽动的邹先生 谈到说 阿里巴巴呢 在美国上市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这不应该有这个举动 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 如果在西方股票市场上市的话 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更好的与国际规则接轨 我觉得这位先生谈的呢 我应该说至少同意一半 嗯 这里呢 确实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马云上市之前 中国有360多家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上市 是从2003年一直到2012年 之间上市的 那么总共1000多家 360多家都被发现 有确实的财务欺诈问题 那么美国证监会呢 也要求 也想起诉他们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像这个四大会计事务署 就是负责给他们搞审计的 那美国四大会计事务署要求提供资料的时候 那四大会计事务署的理由是 中国政府法律规定 这些资料不得外泄 那么中国政府也公开声明 这些资料呢 是属于国家机密 是 这是很翻弹的 公司的资料属于国家机密 然后就是按照法律 不能提交给美国 好 总而言之里头有很多的漏洞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何勤烈女士和尹尊生博士 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VL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 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同时呢也请您使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和Twitter的账号 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Facebook.com 斜线VOAIO和Twitter.com 斜线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 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 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 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 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将播出习近平对西藏政策 是否发生变动等话题 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宇周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